一会儿检查结果就出来了 老公 我的精神要是真的出了问题 怎么办 老婆 有我呢 不管你身体怎么样了 我都才知道 嗯 你老婆 叔 姑娘 怎么是你啊 下来 叔 你怎么到医院来了 哪不舒服 我最近头有点晕 想来医院看看 您呢 我这不是 叔 叔 我这不是许晗沟 我 我来复查一下 这位是 这是我爱人 叔 还没给您自我介绍吧 我叫爱卿 那我就不打扰 你们了 啊 你们赶紧去吧 那我走了啊 您慢点 好好好 爱卿 这老人谁啊 奇奇怪怪的 房仁之心不可无啊 这种人以后少接触 我接着领导电话 我继续领导电话 哎 刘总 王传仲 半个小时之内 给我滚回公司 否则啊 后果自负 喂 怎么了 哦 公司 原始让我赶紧回去一趟了 那你这边 刚才查的都查了 赶紧去吧 好 初纪伙第一时间告诉我 爱卿啊 叔 您检查完了 我检查完了 你爱人呢 他有事儿 先走了 晓鸥啊 有件东西 我思来想去啊 觉得应该给你看一下 什么东西啊 有女孩 老白 宝贝 你本来可以健康 快乐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方经理 是不是你把我 让你帮我被绩效的事 告诉林总啊 方经理 我什么也没干啊 最好没有 你个废话 你瞎呀 王经理 对不起啊 你看 你拖到什么破地啊 重新拖 我告诉你 就你这个工作太多 你信不信我去行脏投诉你 马上就开除 好 王经理 你别生气 我马上清理啊 一帮废物 刘总 您找我 这些都是跟你接洽了那些网红吗 你这小子可真有错误 一个不落 全约上了 刘总 我承认我跟他们私下吃过饭 但是我跟他谈的纯粹都是工作 聊工作 聊工作就脱光了衣服 聊到船上去了 这不是我 这不是你 刘总 这就是一个男的背影 你怎么确定是我呢 而且这个男的他明显比我胖 还比我短不少 这不是你 真不是我 刘总 我第一瓶你是知道的 我怎么可能穿这么骚气的内裤呢 刘总 我早上出门着急 把我媳妇的内裤穿出来了